多謝 好 馮檢基議員 多謝主席 其實很多同事都說了類似的說法 我特別關注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我們一直都是在這裏 和福利委員會都針對石仔嶺的安排 如果石仔嶺的安排 基本上就是將來那裏可能是港鐵站 現在港鐵站主席就是港鐵的非洲不同市 當然非洲不同市民一定是直接有關係 但是多多少少跟那班人的董事會 一起開會等等 這個又令我們擔心 這是第一個問題 這個石仔嶺的搬遷 還要打尖上來說明怎樣搬 但其實還未批給你 你要搬石仔嶺走 還要分一期兩期怎樣搬 我覺得這個是很大的 就是凡是現在石仔嶺被你影響那些 由老人家、盜安老院、盜安老院的職員 都覺得你脫不了這個關係 第二個就是當然你是中銀系統的高層職員 中銀一家銀行一定是和很多發展商借錢等等 很多東西有拉扯的 特別是如果他要發展這個東北發展地產 我估所有的發展商都會找銀行 當然你看看很多發展商 其實他們的聯報都有講了民眾銀錢的關係 我覺得這個又是脫不了了 更加脫不了更直接 所以我覺得那個關係 主席我覺得不只是申報 申報是不行的 你申報背後的很多潛在的關係 意識、價值觀 都是不會因為你申報了而沒有了 所以你一定要公正 不單止你自己認為公正 要讓人看到你公正 而能夠做到百分之一百公正 而不出現這個被人懷疑擔心口質疑的 就是這個項目 主席你完全不去做主持 是最能夠反映到這個公正出來的 多謝